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儿童节 位在第三区的精美国小 今天在校长的带领之下 也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除了学校的成果发表之外 这一次校方更邀请到了 位在三支的太阳村共生幸福农庄 与香草达人来到学校 以品德的故事分享许多励志的成果 更带来了代表希望的种子 经由小朋友的双手送在盆栽里 希望成为一个有品德的小孩 我们这次是做一个品德教育的 一个讲座的分享 我们请太阳村的一个农庄的 一个执行长来为孩子 去做一个品德故事的讲座 针对于太阳农庄 这个医师的一个这样子的 异形跟异举 关怀了一些流浪汉 甚至于是一些单亲的一个家庭 跟妈妈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跟孩子去做一个品德教育的宣导 以让孩子学习去关怀 身边周遭的一个人事物 然后希望让他们知道 其实人跟植物都有相关性 那植物它需要阳光空气水 那人跟他们一样 在大自然的洗礼下面 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 我们都可以怎么样 可以有时候低头 有时候随着季节 它又必须要转昂头挺胸 除了太阳村的励志故事 与希望盆栽种子 这一次学校也与小朋友们 一起打开了时光宝藏箱 校方表示眼前这个时光宝藏箱 是由全校的师生 在去年的同一天 用纸笔写下对于未来的愿望 以及想要达成的目标 而在今天开箱 不少小朋友看到 当初自己许下的目标 都有达成也非常的开心 那去年写的今年有实现吗 有 有那是什么 是变漂亮 因为今天有种植物 还有花的同节礼物 要对植物说好话 然后它可能就会长很快 然后我也希望它赶快长大 时光宝藏箱在今天开封之后 也代表小朋友们又成长了一大步 而新的目标也会在今天 封存到这个箱子里 也期待着明年的这个时候 能够达成自己所订下的愿景 校方表示 藉由这样子的活动 不仅是能够增进 小朋友们的趣味性 更能够让他们对于自己 有所期许 记者是段一 金山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